接下來我們來了解一下 UZMAKER的素材的編輯功能 我們來製作短短的小小的歌曲 製作一小段看看 來了解一下如何操作 首先呢我們先選BLOCKPOP這個風格 然後我們把鼓丟進去 順便介紹一些大家常用的編輯的概念 可能我們一開始先有鼓出來 然後再複製 如果Undo的話就是Ctrl-Z 就跟我們使用Windows的Word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這樣八小節就做好前奏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八小節 因為這個音樂它是用以2、4、8、16、32為一個單位 就是偶數聽起來比較習慣 所以我們就是前奏八小節 然後主歌八小節、副歌八小節這樣去製作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這個搖滾的元素常常會有吉他 我們聽一下 目前聽還是這個適合 好 好 等一下 好 我們就完成了前奏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它全選起來 然後Ctrl壓著複製 滑鼠拖曳 記得要拖替到這個9這個開頭 拖替這樣子 插插這個是有點非音非要的 就是我們專有名詞叫做Close Fader 那它為了這個銜接方便運用 但是我們這樣保持它的乾淨 就是記得我們這樣子會比較好 接下來有可能增加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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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增加一下鋼琴的部分 我先加在這邊 然後一樣複製過去 好啦有了這個鋼琴吉他和鼓還有這些Bass 可以再增加的是什麼 直接先來研究我們直接放人聲進去 人聲的話 verse它是主歌的意思 那Close它是副歌的意思 那這是副歌之前 那這是Bridge 就是有時候 音樂是為了要推進到副歌 那會有一個Bridge在那個使用 好那我們先貼看看 我們發現它的素材長度是8小節 遠超過我們目前的 這個4小節為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就 可以用Ctrl加C加Ctrl加V 複製 複製成8小節 我們現在聽一下 那這樣喔 就是我們常常唱完主歌 它其實還有一個主歌B 對不對 那我們有時候會 以搖滾的製作來說的話 可能會這樣 讓它再跑4小節的前奏 然後再放主歌 如果我們現在這樣選其實不方便 按下Shift 然後加滑鼠 點擊 然後再拖曳 然後再來個B 再來B段的 B段的主歌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副歌8小節 我們來做一下練習 副歌8小節 我們從主歌到副歌聽看看 目前我的素材是沒有多一個副歌啦 如果副歌通常一般副歌唱完 就是再接漸奏 接個漸奏看看 好那漸奏我們要選 一樣選吉他 然後我們聽聽看 先選個8小節 然後再回到主副歌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複製 好 好 聽看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阿 公子室呢 建议就是大家 这样子做 看一下 按滑鼠右键 MIDI的物件一小截 进来这边做 我们点 然后 进来这边 有点大了 我们把它 大概这样画 做个长音 长音 做个长音 这样子一小截 让它有个中指的感觉 然后这边也生成新的MIDI物件 把它移过来 我们Bass 那所谓的中指是 基本上就是 你给它一个长音 这首歌它基本上的调性是小调 那我们小调它有 月底上它是那个 A结束 所以这就是它的主音 大家可以先按照老师所作者 来练习一下 然后吉他呢 它其实是这种声波 点两下它 不是出现MIDI 它是出现效果器 所以它是 月首已经录好的状态 所以它没办法做太多的更动 但我们MIDI 事实上是可以做 可以任意的变修 未来我会再详细的讲 这个MIDI的部分 好 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我们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然后做一点Fail Fail 好 然后 接下来是这个 钢琴 好它跑到这边 A 钢琴的话 我们是弹上 A Do Mi 那这边是怎么样 C就是 等于说是Do Do 好所以我们要在这边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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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有中指式的感覺了 因為我們這個 在進去寫media的時候這個循環播放這個感 它會一直跟著我們跑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轉移一下 OK 好 當你最後是長音的情況下 那它就會有一個 就有一種就是 結束的感覺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 打開這個 回音器 我們來聽一下 那這個我們現在聽 就是 鋼琴和吉他事實上因為它是主要是伴奏樂器 伴奏樂器 稍微擺左右 稍微偏一下這樣子 那鼓和貝斯我們就不要動就擺中間 再聽一下 稍微調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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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大概這樣的平衡 那我覺得 差不多了 那我們開始做輸出的動作 輸出呢 我們檔按 然後 揮出 揮出然後 我們要看一下是 MP3或者是 Wave 如果是Wave的話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點一下 你會 找到這資料夾 它會預設到我們 MusicMaker裡面的 資料夾裡面 這是桌面然後你打New 或者打你新的名字 准檔 然後它就會指定在你的這個桌面上面 然後呢這邊有取樣率就是 4800Hz 44100Hz 標準的話我們取消然後在 起始標記 這邊輸出就是這條黃色的地方輸出 好 按OK OK 好這樣就完成我們的輸出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存檔 如何存檔 檔案 儲存專案 另存好 因為儲存專案會存到它自己的那個 預設的資料夾 你就另存專案然後找 桌面 然後存存 這時候我們在桌面上可以看到我們的 NNN的這個工作檔案 答案 這時候 如果你